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四十三章 公主和乡下仔 身为皇家骑士 雨果等人都曾经和神术师一起合作过 对战环加速这种神术师特有的辅助技能并不陌生 骑士的斗气体系非常简单 只是分体内和体外 在体内是元力产生的斗气声音 三大斗气声音分别位于上 中 下丹田 武装 勇敢和公正这三阶骑士 只有小福位置的第一声音 第四阶 荣耀 第五阶 大光明 都是拥有小福和深厚两个声音的 而能够拥有三个声音的就是第六阶 性骑士的标志 体内的声音是斗气的积累程度 厚重营练 都看各人的修为不同 而要发挥斗气的威力 就要看体外战环的修炼程度 骑士的战技讲穿了就是战环的运用 举个例子来说 苏山的斗气捷六弓所支持的战技捷六枪 就是一种针对木属性 特别适合女子修炼的普通近身战技 他的特点就是速度快 动作敏捷 当苏山用斗气激发战环开始战斗的时候 战环会按照他施展的招式而变化 并同时释放这些招式所需要的能量 也就是决定他攻击力的基础 还力 战环旋转速度越快 还力就越强 攻击力就越高 旋转速度越慢 还力越弱 攻击力就越小 苏山的截六弓是一种战环旋转速度比较慢的攻法 所以虽然和三星勇敢骑士 但是苏山的截六枪比攻法更光弱的雨果来说 攻击力就小得很多 不过好处在于同等级的情况下 他的战斗耐力就更持久一点 总的来说 就是一种斗气功法形成一种战环 而一种战环就对应相应的战技 苏山也可以使用雨果的光猛枪法 不过因为战环的特性不同 或者还比不上他使用自己的枪法 或者其他特点类似的战技的攻击力强 可想而知 能够加速战环增加环力 对于一个骑士来说是多么重要呢 艾雅龙大陆的神述师之所以有如此崇高的地位 教廷的几大骑士团之所以中横无敌 战环加速这针对骑士的技能 在其中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时射出的那一战的时候 原本只可以最多提升到十层环力的三个人 都因为战环加速用出了十二层的环力 这种状况以前可能只是出现在 他们接受神述师的战环加速的时候 不过神述师使用战环加速的时候 身上伴有圣光 而今天他是无声无色 如果不是开弓射出的那一战 恐怕到现在大家都不知道自己的战环 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人加速了 如果顺着苏山的目光 看着罗伊的背影惊讶地问 你不会觉得是那个年轻吧? 苏山摇了摇头说 我都不知道 不过这个家伙身上 好像藏了很多秘密似的 如果好认同 那倒是 他感叹地说 十多岁的年轻 又没有修炼过斗气 居然可以两次成为拳杖 简直令人难以自信 尤其是刚才那次 如果不是他控制着对方其他的骑士 给了我们一瞬间的机会 我们不要只杀了那个勇敢的骑士 说着说着 如果突然好像想起些什么 那样对苏山说 你知不知道 我们去找他爷爷的时候 看到些什么? 看到些什么? 苏山和旁黑都很好奇 说老实 只要一想到自己十多岁的时候的样子 再对比罗伊 他们就有一种想把男孩解剖开来 看过清楚的冲动 如果很感慨地说 他爷爷不见了 家里到处都是菲利人的尸体 还有两个是骑士 你们相信他那位爷爷是普通人吗? 苏山和旁黑同时要透 如果很肯定地说 他爷爷至少都是个公正级以上的骑士 斗气化虎形 那几个家伙看起身 就好像被老虎咬了那样 苏山另一转头 看着房间另一侧 和公主艾雷希雅 站在一起的爱伦夫人说 怪不得爱伦夫人说 要把那个家伙带回别的地方 我想爱伦夫人一定发现了些什么 正说着 苏山发现艾雷希雅 轻轻地和爱伦夫人说了些什么 浅浅一笑 转身向寥望平台走过去 罗伊走向寥望平台 一边倾斜的屋檐 找了个地方坐下来 骑士他们的军事会议 和他没什么关系 而且 他也懒得去看那个修士 和圣殿骑士的嘴脸 他知道 自己打了对方的示威 已经结落了仇 不过对这个他毫无压力 这个倒不是他不知天高地厚 而是因为他知道 人有些时候 只是靠偽装是不可以消除威胁的 从林中的生存 早就教识了这只小狐狸 在遇见狼的时候 站在老虎的队伍里面 东方有一句老话 叫做狐假虎威 这句话 罗伊四岁的时候 就已经很明白 虽然这句话 本意 是形容某些人自己没有本事 就要倚仗人家的威风 不过在他看来 这才是一种高超的生存智慧 在丛林里面 在周围灑上某些凶寒魔兽的尿液和气息 就可以睡一个好觉 只要知道某个区域属于哪个大家伙 就可以在遭遇一些猛兽的时候 利用它来逃命 甚至坐山观虎斗 在这个城堡中 皇家骑士 就是一群性教骑士 都不敢轻易招野的老虎 别的不用说 至少那两百个皇家士官 就是这个时候城堡中 最大的战斗力 没了他们的保护 就算是教廷骑士 也都逃不过这一劫 罗伊 终于扮演一个 乌瑟瑟的角色 来作为自己的偽装式 也都喜欢在老虎身边 做一个狐假虎威的小狐狸 自小跟着 似乎只是为了教识 他如何活下去的老头子流浪 他早就学会了 如何在不同的环境中 扮演不同的角色 比如说 咳咳 我可不可以坐下 头顶 一副颠倒众生的面容 挡住了星神 罗伊 驚喜的一下子跳起身 红着面 当然 请坐 艾雷希雅微微一笑 抹着裙脚坐下来 伸直了收场不直 又晶莹如玉的小腿 对罗伊说 你都坐 哦 哦 好啊 罗伊 收劫地 在离开艾雷希雅少远的位置 坐下来 透过窗门 看到罗伊 驱促的样子 蘇珊忍不住笑 有趣的哼的声 哼 这个青头仔 还算老实 第四十三章 二 蘇珊平时在帝都 陪着艾雷希雅 参加各种宴会舞会 见惯了那些 在惊为天人的艾雷希雅面前 手足毛躁 或者眼光灼热的贵族青年 自然深知艾雷希雅的魅力 莫说罗伊这种未见过世面的乡下仔 就是很多 祖咒明动天下的天才骑士 在艾雷希雅的面前 也都没有了往时的潇洒从容 罗伊 你今年多大呀 艾雷希雅用手抱着膝头哥 看着天制的摩月 十六咯 罗伊双手向后撑着屋檐 一面嵌厚 嵌声不出地挪了挪屁股 我都十六咯 我们一样那么大 艾雷希雅的面 靠在膝头哥上面 折着头看着罗伊 不过你比我厉害很多 你太过奖了 罗伊轮转头 看了艾雷希雅一眼 不好意思地避开了目光 不过身体就没停 他脸红白白的继续往艾雷希雅身边靠 这么好的机会 谁放过谁是白痴 毫无察觉的艾雷希雅诚恳地说 其实我一直想找个机会跟你说一声多谢 今天下午你救了我和鱼果先生的命 敌人都是鱼果先生杀的 我只是帮了一点点小忙而已 罗伊拗了拗头 谦虚地说 殿下你不要放在心上了 说话之间身体又没停 他已经挪着屁股 躲到公主身边 在窗边 鱼果和旁黑 看着窗外并排而坐的男仔女仔 又看了下蘇珊 嘴角一面在抽一下抽一下 而蘇珊就插大嘴 嘴巴抹到可以塞入一个大鸭蛋 这个是老实的青头仔 如果和旁黑的心里面真的笑到肚痛 虽然接触只有一日时间 但是同样身为男人 又一起并肩作战 他们就比蘇珊更了解罗伊多些 不要看那个大头表面上一副老实的样子 其实整肚都是骄傲 是男人中最典型的扮猪吃老虎 不过片刻功夫 原本距离艾雷希亚还有一段距离的挪衣 已经将屁股落到艾雷希亚的身边 身体几乎和女仔在一起 最可惡的是 这个家伙还一面红薄薄害羞的样子 顺撲到令人发指 真是不知道 这个人是谁教出来的 和他比起身 那些惯常会在女孩子面前高谈阔论 好像公鸡仔那样子高气昂的贵族子弟 简直就是一群蠢猪 雨果和旁黑暗自发笑 而苏山呢 就怒得牙都痕迈 下午在聂区 这个家伙偷看自己的领口 还意犹未尽想欺骗自己又护身说话的时候 不是面上也是这副 红薄薄的样子吗 自己早应该知道 这个家伙不是好东西 苏伊 嗯 你可不可以对我不用敬语啊 当然可以 听到那么干脆 距离又那么接近的回答 艾雷稀娅惊讶地轮转头 眼前男子似乎放松了下来 正轮转身看着自己 清瘦的面孔近在紫尺 清澈的蓝眼睛中 隐含的笑意 令人觉得十分之亲切 苏伊 你个人好有趣啊 艾雷稀娅的眼睛弯弯地 看着苏伊和自己之间的距离 似笑非笑 苏伊不好意思地说 但是 但是他们叫我傻仔苏伊的 艾雷稀娅忍不住喀一声 和苏伊一起笑着起身 那他们一定是傻仔 艾雷稀娅笑着 用肩膊撞了撞罗伊 你好狡猾啊 看到这一幕 首位塔里面 苏山等人都是目定口外 他们哪个都没注意 在他们的身后 穆恩和乔治 看向窗外的目光 好像蛇一样那么阴冷 说笑了一会儿 屋檐上安静了下来 罗伊看着艾雷稀娅 那女孩很漂亮 尤其当她笑过之后沉默下来 那一面在星光下 尾到动人心拍 虽然因为年龄的原因 艾雷稀娅现在 还显得很自然 但是 只要看她的眉眼就知道 再过两三年 只怕她举手投足 就可以令人神魂颠倒 那是一种天然的魅力 而拥有比传说当中的 美术更恐怖的誘惑力 罗伊很早以前曾经听任由诗人说过 论美貌 人类比不上天生貌美的精灵 但是每隔一百年 人类就会出现一个 连精灵都自愧不如的 大陆第一美人 上一位 据说是一百年前 导致了十年特洛伊战争的海伦 很多人都用红颜祸水来形容海伦 正是因为海伦 当年的最强骑士阿克流斯才会战死 旧属大陆才会在三大帝国之外 又出现一个 位于法林顿以北 由大小独立城邦 勇兵团 野蛮种族 异教徒 罪犯 和堕落骑士组成的混乱之地 正是因为混乱之地的出现 教廷才在这一百年之中 发动了三次十字军东征 当年的特洛伊战争和三次十字军东征 导致了多少人丧生 罗伊不知道 但是他知道 为了艾雷希亚 不单是圣殿骑士团的绝世天才 澳古斯都不惜一切代价 几乎全大陆所有有机会参加 骑士比武的骑士 都在拼命提升自己的实力 只是为了赢得艾雷希亚的一战 晚风阵阵 过了很久 艾雷希亚看着星星 幽幽地说 其实 今天早晨 你应该听那位任由私人说过 我有个未婚夫 也都叫做罗伊的 罗伊摁了摁头 沉默不语 她失踪了 就连我都从来都没有见过她 艾雷希亚把下巴放在膝头上 声音在心凉的夜色当中轻轻飘荡 其实 我这次出来旅行 心里想 万一可以遇到她 可以跟她说说话 那多好 不知道为什么 她愿意跟这个叫做罗伊的男孩 说下心里说话 或者是因为她救了自己 又或者是因为 自己知道她 和自己是两个世界的人 无论说了什么 都好像风吹过一样 最终了无痕迹 罗伊看着艾雷希亚落幕的眼神 想到她好像一件物品一样 被人欠来欠去 一时之间 心头热血上涌 你如果讨厌比武招亲 你可以拒绝的 谁如果欺负你 我可以保护你的 艾雷希亚惊讶着头 认识着罗伊 牛吹大了 大头尴尬地抹了抹嘴 干脆挺起心口 就算我现在不够强 我也始终会变得比他们强 艾雷希亚看着罗伊的眼神 渐渐变得柔和而充满感激 多谢你啊 她微笑着露出洁白的牙齿 我很开心啊 虽然没有找到我要找的人 但是在旅途的最后遇到你 罗伊是一个好名字 我很喜欢啊 女孩子的笑容令到罗伊有点难过 她低头说 可惜我不是她 不要紧的 艾雷希亚站起身 轻盈地小跑了两步 跳到寥望平台 回过头 一向端庄闲熟的她 向着罗伊 扮了一个楚楚可怜的模样 万一有一天你成了她 或者 成了一个比人家更厉害的人 记得来救我啊 说完 女孩子启一声笑起身 揮揮手 好 另转身离开了 看着艾雷希亚的背影 罗伊静静静地坐在屋檐上 思谁万千 第四十四章 连夜撤退 这个时候 再都不可以耽误 亦都不可以有心存僥倖 如果等到敌人整好了塔车 或者援军到达 一切都迟了 对于撤退的路线 大家亦都没有什么疑问 畢竟这里最熟悉路线的是布雷欣南雀 而无论从哪个方面看 进入山区也的确是通常逃亡当中 以目前的兵力 要护卫一两千个平民 绝对不可能 而且是苦人之人 他们最多同意在突围的时候 要平民跟着后面跑 但是一突破包围圈之后 他们就要快马加鞭地离开 至于平民会怎样 就看他们自己的运气 身为尊贵的贵族 可以做到这种程度 已经是对这些战民 人之二进 一番激烈到就快反面的争执之后 教廷和温格子着令的人 一面铁青地默认了 带着平民一起走的方案 而宇果和布雷欣南雀 为此付出的代价是 他们将率领部分骑兵 在突围的时候 向敌人的刑寨发动一次进攻 用这个来吸引菲利普人的兵力 确保身后部队的突围 随着任务的布置下来 城堡里面很快变得忙得起身 面色黄言的人们 从房间里面走出来 聚集在走廊上和空地上 跟随着首次长话的士兵 排成一排一排 各自组合成队 红色的摩月 在天边冷冷地注视着 城堡里面的一切 火把在烟烧着 避上安的战马 摔着头在打着响鼻 不时刨着提 发出一声声声明 乱遭遭的人群在 搖异的火把下 沉默而黄言无畜地跑来跑去 那些士兵表情严肃 列队成行等待命令 当罗伊走到守卫塔 来到城堡前苑的时候 前苑里面已经迫满了人 罗伊 快点过来 如果不由分雪地 拖着罗伊的手臂 将他拖到城堂边 在城堂边上 正在准备工作的 王家骑士他们 纷纷都和罗伊打招呼 庞克就带着两个士官 牵着一匹灰色的 安达劳西亚马 走过来 庞克向着罗伊微微一笑 将马的僵绳塞在罗伊手上 给你的 看着骑士们真诚的微笑 罗伊心头一热 接过了疆城 安达劳西亚马 一向以温信勇地著称 有着极其卓越的腾空能力 步伐优雅信贼 经常被用来花式马术表演 和盛装舞步 也是最值得信赖的 优秀战马品种之一 罗伊眼前这匹马 有长长灰色棕毛 四肢瘦长高大神尽 被他牵着安静服帖 一眼就知道 是一匹训练有数的好马 这种等级的马 莫说罗伊这样的小杂役 不可能拥有 就连波拉贝尔的第一骑士巴克 也没有 罗伊把手跳在马的面上 轻轻撫摸了两下 然后在他的耳边说了两句话 令到骑士他们惊奇的事情发生了 第一次见到罗伊的灰马 打了个响鼻 摇了摇头 将面亲滴地湊在罗伊的面上 耳笨思摸 就好像多年的老友一样 旁黑抹大嘴 很奇怪地说 大头 你和他说了什么 罗伊微微一笑话 夜晚人的马语 然后他用手在马颈的某个位置 轻轻地拋了两下 我在和他交朋友 被罗伊的手一拋 只见一只灰马即时一声长尸 神情非常开心 罗伊就问 他叫什么名字 哦 我以前的备用马来的 叫做柏鲁 旁边的雨果笑着走上来插口 他指着柏鲁背上的东西说 这些全部都是你的 罗伊轻转头看 只见雨果从柏鲁背上 拿下一支挂在枪勾上的骑枪 一把漂亮的皇家骑士的制式单手剑之外 还有包裹着昏肉和面包的食物包 一大洋皮袋清水 还有一小壶的朗母酒 两个装满了羽箭的箭袋 甚至还在马鞍前面装了两条皮带 这些东西是给这个家伙用的 雨果指着脚边蹦着的奥利佛 说给罗伊支皮带的作用 然后将手中的骑枪和单手剑递给他 懂不懂用啊 懂 罗伊接过立立的骑枪 骑枪入手就有沉甸甸的感觉 收场的枪杆和锋利的枪尖 令人即时产生一种持马挺枪 有我无敌的锐气 虽然不可以修炼斗气 但是战技罗伊就识得不少 除了平时偷学的波拉贝尔骑士他们的那些战技之外 就连今日雨果他们的出枪手法 他都没有放过 成为骑士固然需要修炼斗气 但是作为一名士官 是不是拥有斗气就不是绝对的 只要有了战马和骑枪 也就有了强大的冲击力 配以弓箭呼啸来去 战斗力生存力何止强大十倍 是的 那时候我带队冲杀敌营的形寨 你和庞克他们就互送队伍 如果拍了帕罗伊的肩头 语气中已经将他当成了皇家骑士的一员 说完之后也不等罗伊答话 如果招呼几位士官转身就走 这个时候他身着黑色摩文盔甲 里面罩着兔头锁指甲 看上来身形灰昂了很多 转身走去的时候 龙形虎步一手抱着罩面的头盔 另一只手指着前面和旁边的士官说着什么 广大的单手劍劍衫 拍打着劲甲 拍拍地响 罗伊注视雨果的背影 手中紧握着骑枪 谁都知道冲击敌营狗死一生 但是雨果从头到尾都没有半分推辞 虽然他的身份没有那些出身名门的贵族骑士高贵 武艺实力在骑士的世界中只算普通 修养礼仪言谈举止更是差那些人很远 但是这份贵然豪欠的血气 就令他看起上来远比那些教庭骑士更高大 更像一个真正的骑士 城堡里面各自的人在忙碌准备着 整个场面看起上来混乱而紧张 罗伊拖着马从牛圈外走过 一边走一边看着举着火把的士兵 摇壳下集合的人们 蒙猪仔 走过一个平民队列的时候 罗伊的肩头突然被人抓住 回过头一看是玛丽大审 为何这么快就要走呢 肥肥的玛丽大审 驚慌得好像小女孩一样 眼泪都暈了 你们不是刚才把敌人打退了吗 不是说会有人来救我们吗 外面到处都是敌人 我们这些人一把老骨头 跑去哪里 说着玛丽大审用手筋抹下眼泪 说着玛丽大审用手筋抹下眼泪 河伊叫了声 想要宽慰几句 但是又不知从何说起 心里面一阵难受 抬头看去 眼前一副副熟悉的面孔 在柔异的火把下注视着自己 圆圆面的汉斯警示 生着羊背骚的鲁马克细母 和她幼弱的侄女 还有小尤嫂 小兰姐 这些平时总是触自己头的街坊鱼居 所有人都沉默着死气沉沉 好像一群准备走入坟墓的活僵尸 短短一日时间 战争就改变了这里所有人的命运 原来熟悉的生活 熟悉的城市 熟悉的人同事 已经不见了 从今天起 他们就要风餐露宿 背井离乡 未来更不知道要流浪到何方 玛丽 好了 不要拖着梦珠珠 老马克细母 轻轻地扔了手中的拐掌 把哭到弗尼弗尼的玛丽大婶拉开 上上下下地看着萝鱼一眼 在她的胸口中了一拳 小兵 平时真的看不出你有这样的本事 老马克细母 怒爆爆地夺着她的羊帽子 尽量将语气显得开心些 好像眼前的一切毫不在意 好好地做啊 等哪天你成了骑士 我们就去找你 不过在这个之前 你想办法活下去啊 不要跟那帮骑士老爷拼命啊 你的身体没有学过斗气 你不可以死定啊 知道吗 说话之间 汉斯景士也走上来 在萝衣后面拍了一下 马克细母说的说话 我贊成 你这小子 别以为运气好立了功 就不将敌人放在眼里面 你那些三脚猫功夫 和骑士拼命 那些是找死的 说着 汉斯景士压低了声音 看着旁边说 小心巴克和安德鲁啊 那两个人看你的眼睛一直不坏好意的 不坏好意的 罗姨顺着汉斯的目光看过去 主塔的门厅旁边 正在整理箭马的巴克和安德鲁 正低声说着什么 不时向自己这边望了一眼 尤其是安德鲁的眼神 充满了怨毒 身边 铁像老爹 汤姆还有抱着小孩的小尤嫂 小兰姐也都围上来了 就是了 罗姨小心点啊 温柔善良的小尤嫂 爱石摸了摸罗姨的头发 用面碰了碰她 而一向潑辣的小兰姐 就直接跑过来抱着了罗姨 小兰姐 我再抱你一次 怎知道下次被你占便宜 会等到什么时候的 这个臭小子 看你的眼珠就不是好人了 以前被你骗了 看着一副副熟悉的面孔 罗姨只是觉得鼻歌一酸 整套的说话都说不出来 正如小兰姐所说 一旦城门打开 大家蜂拥而出 走入那个战火蔓延的乱世 或者这世人再都不会见上一面 伙计 罗姨的肩膀被汤姆抱着 穿着男子手中 握着一把单手剑 咬牙切齿地说 我们说好了 要死都要杀几个电背的飞裂佬 罗姨握着拳头 狠狠地说 好! 准备! 如果响亮的声音传过来 罗姨突然转头 这个时候 天色已经梦梦降 成百个骑兵 在雨果和布莱恩男爵的摄影下 集结在城堡大门口 骑枪如临 枪旗招展 一匹匹神进的战马罩上了马色 不少还披上了马甲 队前方的骑士 随着雨果的声音既发斗气 一道道光环旋转着 令人眼花缭乱 骑士们身后的城堡空地上 是黑压压的人群 无论是骑在马上的贵族 还是普通平民都压着无声 只有士兵手中的火把 在碧哩不落地燃烧着 偶然传来一声战马响鼻 马力大审他们 已经在士兵的要求下 翻到队伍中 挪叶翻身上马 转转头看去 熟悉的城堡塔楼 在这个灰白的曙光当中 即正沉重 好像一个巨人一样 俯视着大地苍生 一声巨响 城门打开 吊桥烹烟落地 撒 随着无数姓索南军人的狂酵声 城外乱世 撲面而来 第四十五章 所谓骑士 战马斯明 无数铁骑踏过铁桥 凌乱的马蹄声 就好像滚滚的闷雷一样 傾黑之间 一百多名骑士和士官 已经在雨果和布莱恩的率领下 蜂蜂冲出城堡 以一个巨大的盾形骑阵 向菲利盈寨杀了过去 战马在骑士的拼命吹动下 越跑越快 马步越迈越大 到最后 条条快快吻含着无穷力量的肌肉 在皮毛下的拉伸变动 已经清晰可见 风一样的侧词当中 那些骑士 雙脚死死地登直了马登 屁股离安 身体直立微微前傾 手中的骑枪 由斜举变成平端 向前不复伸伸出去 成百只骑枪 在奔騰的骑阵中错落有字 随着箭马的奔驰 銳利的枪子微微起伏 闪着寒光不断向前 好像一支支飞射的箭似 看到圣索蘭人突然从城堡中 杀了出来直冲刑寨 原本懒洋洋走在城堡周围的 菲利普巡逻队骑士 在短暂的惊愕之后 纷纷扎枪拔劍 呼啸着拼命吹马向中央 似图阻止 聖索蘭騎兵对刑寨的冲击 而刑寨中更是吹响了号角 射手他们登上刑场 卫兵他们搬动着刚刚扎好的陆寨 列队将手中的长矛斜举向前 大战的氛围 仿佛随着雕桥一声落下 就已经波涂空涌地牵开了 出发! 随着庞黑的一声大叫 罗伊跟随着庞黑身后 纵马冲出了城堡 当插满火把的城堡门洞 从眼前一晃而过的时候 满天星神和远方骑兵 好像潮水拍打招石般撞击在一起的声音 轻轻之间直卷而来 左边! 风声在耳边呼啸着 座下的柏露四提翻飞 乃伊还来不及仔细看一眼 远处已经和敌人短兵相接的雨果部队 就听见风中传来旁黑的声音 听到指令 他想都不用想就一带疆城 拆马跟随着潮水般涌出城堡的皇家事观 向城堡左侧飞奔而去 按照计划 突围的第一步是雨果和布莱恩男爵 对敌人的形寨发动进攻 将敌人周围的巡逻队都调动起身 第二步就是庞黑率令这支骑兵趁乱杀出 在雨果他们的身后 扣住一条弧形的防线 清掃并阻折附近的飞聂骑兵 掩护大队撤离 刚刚拨马向左 羅伊就看见暗淡的神器中 数十个飞聂骑兵飞快地冲了过来 弯弓搭战 将那些箭好像落雨地向这边抛射 一支支箭尖叫地从身边掠过 皇家骑兵奔驰的队友当中 不时传来一两声中箭的门声 才跑出一两百米 就有好几个人被射了落马 皇家骑兵的反击亦同样厉害 只听到耳边一阵公然震动 密集的战予随着飞走的马步 在空中撒开来 铺天盖地地朝向敌人 只听见数声战马施名 高速冲过来的飞聂骑兵队列中 几个骑兵已经随着战马打关斗 扑在地上 将一支支雨战连珠地抛射向蜂涌而来的敌人 挪依回头看下 大量的平民已经在骑士他们的护卫下 涌出了城堡 沿着城堂转过守卫塔 向北面逃跑 跑去最前面的 自然是一班骑马的贵族 那些身穿着丝质的蓬奏长衫 戴着羽毛帽的贵族老爷 和那些已经换低了阔大笨绝长裙的夫人小姐 好像一只只受惊的暗顺一样 面色苍白 死死地拉着马鞍 在不停的飞剑拨开飞战的骑兵护卫下 落荒而土 这个时候 再都没有谁扮堅强 不少贵族子弟甚至连看都不敢往这边看一眼 而那些经常动不动就暈低的夫人小姐她们 虽然面色苍白流着眼泪 神经却是坚韌很多 被坐下的战马顿到反白眼 被乱飞的羽战 吓得薄鸣惊叫 便偏偏不暈 贵族们过去之后 才是靠双腿奔跑的平民 士兵和有武器的民藏手持盾牌 跑到最外側抵挡着飞战 控制住人群的方向 而靠着护城河一边的人 就慌乱地跑着 眼神望焰 脚步机械就好像一群受惊的羔羊 此时 城堡突围的意图已再明显不过 周围的飞烈骑兵成群结队地向着这边飞驰而来 一边靠近一边将弓射箭 口中的呼喝声和号角声此起彼伏 互相联络 不用多久就有超过200个骑兵聚集过来 挪衣将弓一箭射击迎面而来的一个飞烈骑兵的战马 看着那个挺着骑兵冲过来的家伙 随着战马在高速奔跑中屈膝跪地 而一个关斗达出好几十米远 王家骑兵前进 身边王家骑士和士官已经放平了骑枪 身体前傾 加速从自己身边掠过 影响同样高速而来的敌人 战马的长屎声 骑兵刺入人体的沉闷响声 震撼着人的灵魂 位于骑阵最前面的旁黑 身体上附着红色的光芒 手中骑枪枪尖就好像燃烧着烈火一样 在高速冲锋中一枪 将一个飞猎骑士刺到马下 随即他怒咬一声一斗骑枪 将那个人高高的挑起 猛按一挥枪杆 将他抽到飞了出去 撞入了后面的飞猎骑当中 骑阵一旦交错就是一团乱战 双方骑兵手中的骑枪 随着战马的高速冲锋互相刺激 一些人刚刚将骑枪刺入对手的身体 自己就被旁边的人刺到马下 一些人转身避开对方的骑枪要害 摸出强剑成身地扑上去 不少奔騰的战马都互相碰撞在一起 地面上的人叫马斯 进马扬提狂踩狂踏 半空中与箭乱飞 更加有骑士纵马高高扬起 大喊着挺枪下刺 听到耳边一声声咆哮 那些好像暴雨那样的金铁交鸣声 看着眼前飞舞的残肢臀鼻 噴灑的鲜血 从来没有上过战场的罗姨 只觉得深深处 好像开启了一道闸门 热血随着闸门中噴射的情绪而沸腾 游走全身直冲头顶 罗姨被安排在队列最尾尾中间 被周围的皇家士官团团围住 他知道以自己的单薄身体的那些力量 是没有资格挺着骑枪冲在队伍的最前面 所以他只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战斗 他只会用自己的方式去战斗 罗姨举起二级战弓 用最快的速度开弓射箭 弓弦响起 一支箭闪电地静中五米外 一个菲利普騎兵的面门 罗姨又转身 将弓踏箭手一松 一支箭又穿透另一个菲利普騎兵的喉咙 座下的战马转眼之间已经向前奔跑了十多米 罗姨守武亭 从战狼当中抽箭拉弓 两箭齐发 逼到一个高速冲锋的菲利普騎兵 只能够舍弃目标 揮枪拨打疾射而至的与箭 这个时候 他是被身边一个高速冲上来的皇家士官 拿着机会一枪刺穿了他的心脏 将弓 开弦 射箭 战马随着冲锋的皇家騎队在敌阵中穿行 罗姨的眼里已经没有其他东西了 只有眼前一个个凶狠的敌人 应用的同伴 和混乱的战斗中一晃而过的空隙 注意力已经集中到极致 只要空隙稍一闪现 就一箭射过去 不知道过了几长时间 周围的敌人消失了 他才发现自己跟随着皇家骑阵 在不知不觉中 穿透了对方的阵营 跟随着高速奔驰的皇家骑兵 在城堡东北一个小幽灵上拆马 兜了一个弧线回转过来 罗姨吹动迫路 准备和皇家骑士他们重新列队 没有想到一抬头 只看到城堡墙边没有多远处一个熟悉的身影 正掩着胸口的箭慢慢跪在地上 是老马克西母啊 世界一下子从眼前消失了 罗姨通红的眼睛中 只有马克西母那副蒼白的面 和那一支熟悉的羊背素 在他身边 他那个瘦小的侄女 正拼命地想把他扶起身 一边拉着他 一边哭着说些什么 四周围奔徒的人群乱糟糟的 一些人在哭 一些人跌倒在地上 老马克西母倒下了 距离他没多远的地方 倒下的还有玛丽大婶和小油嫂母子 小油嫂母子全身都插满了羽箭 托倒在地 而肥嘟嘟的玛丽大婶 就坐在长脚那里 在罗姨的印象中 主得一手好送的玛丽大婶 虽然已经五十多岁了 但性格好像小女孩一样 只要赞他两句 他就会哈哈大笑 把你当成他的知己一样 是一个热心的好人 城里面街坊伦理的事情 他都会出面张罗 就是有些时候管不住把嘴 经常心直口快得罪人 但是现在 那副生气勃勃令人见到 就觉得愉快的红润笑脸 已经完全没了血色 胸口的一个大洞 令他的血液浸湿了衣服 他就是这样无辜而可怜地坐在那里 眼睛还争着 看着他熟悉的城市 为什么 看着玛丽大婶的眼睛 在那里面 罗姨的心 就好像被一只手 猛地撕了一下 脑子一片空白 虽然出发前他就知道 这个是一次艰辛的逃亡之路 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活着 莫说普通的平民 就连那些贵族甚至是骑士 都可能丧命 但是他发梦都没想到 才刚刚出城没多远 为什么会这样的 远处的雨果和布莱恩男爵 正在负荷性中奋勇拼杀 牵制着对方的主力 而在城堡外面 自己所在的这支护卫队也扩展开来 挡住了大部分向这边靠拢的 菲利普巡逻骑兵 所以能够突破到大队伍旁边的 菲利普人并不多 除了一些零星冲破封锁 杀进去的骑兵之外 最大的一支队伍 就是从西面兜过来的十几个骑兵 保护大队的性骑士和他们的随从 温格指着令的护卫队 还有被布莱恩男爵指定留下护卫平民的巴克 和那些经常在玛丽大审餐馆里面 吃饭但总是赏仗的徐从和侍童 他们完全可以将对方赶开 但是没有人 除了乱糟糟奔跑 惨叫着倒地的平民之外 除了那些在肆无忌惮 不断地揮剑斩杀的菲利普人面前 根本没有战斗力的民葬和小量士兵之外 能够战斗的骑士都已经跑光了 他们留下的 只是无尽的惨叫鲜血和杀鹿 和他们远去的马蹄声 扑街啊 这班全家产 发现后面的护卫队居然不顾手无穿铁的平民趁机逃跑 欲血奋战的王家骑士他们 全部都急红了眼 愤怒地破口大骂 掌官怎么办啊 两个王家骑士和士官都看着带队的旁黑 原本按照计划 这个时候队伍应该向东北方向走 但是眼前不断哀嚎倒下的平民 却令到所有人都迈不开脚步 而要冲到大队旁边 他们就必须由西边兜一个半圆 再往回冲杀 一阵劇烈的疼痛从手中传来 一直牵扯到心脏 罗伊低头看 超过五十次的全力开弓 已经令到他的手指鲜血淋尼 同时身上不知道什么时候也都受了伤 肩头大腿到处都被箭刮破 和刀枪斩伤的血淋淋伤后 罗伊撕了一条布条 把手包扎起身 他没有和自己施展治愈术 自己刚刚成为潜能学徒 体内的魔力只有220发马 这些的魔力 只能够施展七个战环加速 和两个低级的治愈术 所以不可以乱用 罗伊放低功 摘下骑枪 拍了拍马背上一面惊恐的奥利佛的头 然后拨转马头 在皇家士官惊讶的目光下 独自约下了幽灵 向西冲了过去 灰白的柏鲁 闪电地冲下山坡 长长的马中无随风飘荡 潜世收场的四堤 踏在干燥的泥土地上 让起一露尘土 这个时候 天制的神光已经漸漸亮起身 原本明亮的火把 被随意地劈在地上冒着黑烟 显得暗淡无光 几只苏醒的云雀 从灰色的天空中一掠而过 拍着翅膀奋力飞向圆放 罗伊插马奔跑速度越来越快 前面的平民队伍中 还有几个熟悉的身影在奔跑 圆面的汉斯警示 小兰姐 铁像阿Kent 和拼命揮舞着长剑 已经成身是血的汤姆 而在自己和他们之间 是满地的尸体 哀鸣的战马 和面色僧灵的菲利鱼兵 风声在耳边呼啸着 往日种种在脑海中一一略过 大头少年 嘴角挑起一丝冷静到极点的冷笑 身体微微前傾 学着骑士将骑枪平举 这一刻 他觉得自己 真的好似个骑士一样 好似个骑士一样 太好了 老头少尾 好似个骑士一样